大家好,我是金钟照 之前有观众朋友希望我讲一期关于 德国的视觉艺术教育内容 所以这期我就跟大家分享 德国的视觉艺术在教什么 德国的教育是公认的进去容易出来难 所以含金量很高 甚至还有不会公开的隐藏学历 这期我主要是以德国的视觉艺术教育方法为例子 给大家一个学习参考 看看画画和学艺术可以怎么学 该注意什么东西 如果你刚好以后也想去德国学艺术 那这期的影片也会让你比较清楚 德国的艺术教育在教些什么 以后就可以扫走一些弯路 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 很多人虽然是到德国去留学 但是学了很多年其实没有学明白 也不知道德国的视觉艺术在教什么 那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亚洲的学生身上 原因是因为很多的亚洲学生 已经学了很多年画得很像的技术 来德国一看 哎呦天哪 德国人都在教些什么东西 画得一点都不像训辟了嘛 然后很多人就离开了 留下来的部分里面呢 又有大半是指图混个文凭结束 他们心里满满都是自己以前学过的东西 然后装不进新的知识了 这很可惜 少部分的人呢 直到毕业的前一年才终于知道德国教育在教什么 那这个时候才惊觉自己居然错过了这么多年的保障 开始急起直追 但是进展非常有限已经来不及了要毕业要离开学校了嘛 再后悔都没用 这个时候呢 多多少少就让人有一种入了保山却空手而回的感觉 因为我是视觉艺术的频道嘛 所以我就只说说视觉艺术的教育部分 德国的视觉艺术教育是一个三体式的教学 不是这个三体哈 我说的是教学上分成三个主要的大区块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艺术理论 那一个是艺术创作 这三个部分命不可分 彼此相辅相成 如果要毕业呢 三个类别都需要有一定的学分才可以 那第一个部分呢 是技术的部分 德国的视觉艺术大学会设立很多的工房 比方说木工房 金工房 板花工房 摄影工房等等 全部都是由业界一流的技术人员来做主持 提供给学生最全面的技术资源 让学生可以完成作品 比方说 我在之前的影片里没有提到过木工房嘛 那就是只要我有需要使用木头做作品 那就必须找这位木工老师帮忙 那这些技术人员的技术真的是没话说 我感觉甚至应该要比外面普通工房的技师还要厉害 毕竟在艺术的院校里面要应付艺术生 天马行空的创意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时候学生只是提一个想法 老师就要以专业人员的角色来提供技术资源 想办法让这个作品能够真正的成立 比方说就像是我 就是常常让这些技术老师非常头痛的存在 专门都提一些很高难度的想法 每次都要烧死他们好几亿个脑细胞这样子 如果要当一个艺术家 就必须知道各种相关的技术基础 这个就是艺术工房设立的目的 那第二类是艺术理论类 这类的老师和艺术创作老师一样 职称都是教授 而刚刚说的技术类老师的职称 却只是老师哦 因为这些技术的老师 只负责执行学生的方案 而不管学生的创作动机 也不管学生的创作理念 就是纯动手作 而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两类的教授 都是在教导学生的思考 也就是负责大脑的训练 所以教授的职级会比老师要更高 艺术理论比方说是艺术史 艺术教育 艺术哲学 或者是一些跟艺术相关的理论类别 比方说有一些很奇葩的课程 像是我上过一门课 叫做艺术脑科学 想不到吧 艺术居然还可以跟脑科学扯上关系 那这门课的教授呢 就是脑神经科学的博士 主要是在讲人类进行艺术活动的时候 比方说在画画的时候 大脑的脑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念了这所大学教育方针就是 艺术生应该要多看书 培养艺术理论知识 所以我们学校的理论课学分 比其他德国艺术大学还要多了一倍 这个见仁见智了 我就遇过有亚洲同学跟我说 我是来德国学画的 不是来写文章的 然后他就离开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视觉艺术 或者说是要学画画 有没有必要去读这些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呢 如果觉得有必要的 留言处给我打个1 如果觉得没必要 留言处就打个2 然后第三个类别就是艺术创作 这类是最重要 也是德国视觉艺术教育里面 最特别的一个部分 这类的教授跟理论教授 虽然都是教授 但差别就在于 他们不是博士 而是有丰富经验的艺术家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一个艺术教师 除了要有能够当老师的耐心 和教学方法以外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他的 专业知识吧 如果一个艺术教授 没有当过艺术家 那要怎么证明他懂艺术呢 那也不可能教学生艺术嘛 至于怎么判断 谁是艺术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 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 不过德国是有明确的判断标准的 绝对不会是 只要4个人都是艺术家这种说法 那这类的教授 只负责培养学生创作的思维部分 这个作品能不能完成 怎么完成教授完全不管 技术有问题 那就去找工坊的技术师傅去解决啊 那艺术创作该怎么教 这个呢就是德国艺术教育很有趣的一个特色 也是德国独有的制度 叫做师徒制 那在讲这个师徒制之前 大家先不要忘记给我按赞和订阅 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 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学生入学之后的大致流程 之前我有说过 一般的德国学生在入学之前 并没有受过太多正规的绘画训练 他们展现的是对艺术的兴趣和天赋 而不是后天的训练和培训结果 所以德国的艺术教育 第一年称作是零基础阶段 这个阶段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自由的发展 让学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这段时间里面 学生想做什么都可以 学校还鼓励学生接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比方说是以前大家只画过画码 没有机会接触过什么电影啊 动画 进攻 目攻之类的东西 在新入学的阶段 最好学生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玩一遍 搞不好就可以发现 以前自己不知道的兴趣爱好 好像以前只知道自己喜欢画图嘛 但是接触到电影剪辑之后 搞不好发现自己的梦想 居然是当一名导演 但这种很常见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学生 他们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知道 自己是要干嘛的 那么他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可以多花很多的时间去培养自己的专长 然后这个阶段学校方面 是不会派任何正式的教授来带领 只有几个老师来辅导 我强调一下是老师不是教授 一般大学都有好几位教授嘛 我们一般对学校的理解就是 教授开一个大讲堂 很多学生在下面听对不对 在德国艺术史和艺术理论 的确是这样子上课的 但是呢在创作方面就完全是师徒制教学 就是学生要选一个教授 然后拜他为师 之后他就是师父 好像武侠小说一样 什么武当派 少林派 峨眉派 空洞派 大家要去拜师学艺嘛 那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门规 在德国艺术大学里面 每个教授都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大教授 这个教授呢 就是相当于他自己的门派 每一个教授就是一个掌门人 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门规 拜师之后 这个学生就在这个门派里面待着 以后他要学什么关于艺术方面的想法 创作就是由这位师父来带领 所以第一年的零基础阶段 学生除了要多尝试不同的方向以外 就是要找自己喜欢的门派 他们可以参加各个门派的活动 也可以去旁听 或者说是和其他的学长学姐搞好关系 这个非常的重要哦 因为掌门人每次要收徒弟之前 都会去问问看看大家的意见 比方说 这个新生里面你们觉得哪些不错啊 提出来看看 然后学生就可以推荐新人啊 最后掌门教授再来做决定 看他喜欢哪些人 原则上每一位教授 每年可以召进来的新弟子 都是没有数量限制的 但是呢 通常他们会有自己心中的一个额度 比方说他们今年就只想召三个 或是想召五个 那这些呢 不是说他们想召谁就一定能召得到嘛 因为师徒制是一种双向选择 师父想找徒弟 徒弟也是要选师父的 教授想找弟子 人家还不见得要跟他学嘛 如果双方一拍集合 那当然是最好 不过好学生大家都想抢 这个教授想召三个学生 但是有可能只来了一个 还是他不想要的那一个 那他也可以拒绝 这一年就谁都不知道 或者说他虽然只想召三个 可是却来了五个 每个都是好棒的学生 那也有可能他就破例超收 反正一切都是随缘啦 但是大家其实想一想啦 如果拜师的时候 一个教授都没有半个学生去拜师 那他不是很丢脸吗 或者说学生想要拜师 可是却被师父拒绝 那个也挺没面子的 如果教授看上哪一个学生 也不能低声下去说拜托 你来我班上好不好 这样就很掉价 同样对学生而言 不知道那些掌门教授喜不喜欢自己 冒冒失失就跑上去拜师 感觉也不太好 所以依照德国人的习惯 这个时候就会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透过已经在门派里的学生 教授如果欣赏某个新生 就会跟班上的学生暗示说 这个新生不错 如果他来我们班上我就会收他 这个时候门生就知道 教授的意向了嘛 主动去帮教授跟这个学生套话 反过来说 如果是新生的话 也可以去跟门派里的学生打好关系 跟他们说 你们教授对我怎么看的 他喜欢我吗 门生如果知道师父的意向 就会帮忙转达 比方说教授很喜欢你 那拜师的时候就直接来就对了 或者说是 你没戏啦不用死了 这样就可以缓解双方的尴尬 那第二种方法其实更好 就是透过第一年零基础的 带领老师来转达 因为教授跟老师彼此是同事 功能起来就会更方便一点 教授如果看上哪一个学生 就会直接跟这个零基础班的老师说 我觉得那个师师师不错 你帮忙转达一下啦 然后呢 基础班的老师就会找机会 去跟这个学生进行思想工作 说啊 我觉得那个某某教授 挺适合你的啊 你觉得怎么样 一般学生如果听到这个呢 就会先去那个教授的班级看看 看看这个教授是不是真的适合他 这件事情对教授本身也是一个信号 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学生对这个教授完全没有半点反应 教授也是要面子的 哪怕之后这个学生再反过来找他拜师 他也不可能收啦 否则就像剪破烂一样非常的丢脸 所以在第一年结束之后 就会开始正式的拜师仪式 但是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只是走个流程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跟教授 事前都已经互相约定好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拜师仪式 这是德国艺术教育里面的核心 不但影响了学生整个艺术风格的走向 甚至还会关乎到学生整个艺术的生涯 这个仪式对教授而言也是一样的重要 尤其是德国的教授 一般其他国家的教授啊 可能没有这么在意啦 就把他当作是工作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是单纯的尊重德国的传统 但是如果这个教授是德国人 他们真的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注重这个师徒关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 放在德国的教授身上是绝对错不了的 而且从师徒字啊 还衍生出德国一种非常特殊的学位 叫做Meister Schürr 这个词也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翻译的词 连要翻成英文都非常的困难 因为这个是德国独有的东西 而且一般是不会写在任何学校的官网上的 算是隐藏学位 也是一种荣誉学位 那这个学位如果硬要翻成中文啦 一般是翻成大师级学徒证书 如果按照师徒字来理解 我觉得可能翻成入室弟子证会更合适 因为啊在大学门派里面 跟师父学习的期间就只能算是登门 而我们知道嘛 真正习得真传的弟子叫做入室弟子 对啊 这个证书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而是教授只发给少部分他们喜欢的特别学生 一般正常的德国艺术大学啊 能念到最高的学历就是硕士 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登门弟子 这种学历呢也是 德国艺术大学会公开写在官网 能够颁发的最高正式的学历 艺术这种东西是没有博士的 博士这种学位只能是理论学科 比方说是艺术史艺术理论 这种学科可以有博士 但是艺术创作却不能颁给博士学位 所以在德国的艺术教育体系里面 这个Meister Schiller就是比大学一般发给学生的 硕士毕业证书更高端的存在 这个证书发不发完全没有一个标准 就只是看教授想不想给而已 在德国以外的地方 非常难理解这个证书的含义 每个地方对这个证书的认证标准也不太一样 比方说在台湾就是等同于创作博士 我花了很多年一直在跟别人解释 我拿了这个隐藏文凭 Meister Schiller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一直很难说明白 这次呢我希望我这么解释 大家能够理解啦 最后我跟大家做个总结 德国的视觉艺术教育是 技术、理论和创作的三角结构 它们三个不能分开 而且还是彼此相辅相成 在优先顺序上面的技术是排在最末位的 而创意固然重要 却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 教导艺术的老师 本身必须要有艺术家的实践经验 否则无法服众 因为连艺术家经验都没有 怎么能够证明懂艺术 更不用说要教艺术了 这期影片比较长一点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只讲了比较体制方面的东西 方便大家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如果大家之后想知道一些更偏向 思想内涵的东西 那就打在留言区里面让我知道 如果你们对德国艺术教育有兴趣 在这期影片啊 我有分享到一些 以前我在德国学习艺术的经验 可能你也会感兴趣哦 那这期到此结束 我是金东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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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